線上的講義 記得是放在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五個單元 那你就找到這一個並且打開它 那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先從比較簡單的部分開始說起 第一個的話 我假設要把剛剛的那幾個欄位的資料產生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呢 一定不是要你做土法鏈鋼 土法鏈鋼就是最笨的方法 108 你看到108 你不可能說你這邊填108 然後下一個再什麼 343 然後再下一個322 那當然如果你填完的話 那可能 你根本 所以 有的人為什麼會一直需要加班 其實有時候加班是因為 該知道的東西不知道 你就會變得很浪費時間 那在以身體裡面有太多你應該知道 你卻不知道的 那當然你相 勢必你的效率就不可能提高 那相反的 如果你該知道都知道之外 你還知道更多 而且更有效率的方法的話 甚至你的效率會比別人高 也就是說你可能 人家需要做一個早上的事情 你大概五分鐘就搞定了 對不對 那如果 你五分鐘就把一個早上的事情做完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呢 你會多出很多的時間出來 那多出很多時間 你要做什麼 對不對 還有呢 你 需不需要讓老闆知道說 你已經都工作完了 對不對 OK 其實這也蠻掉鬼 那之前我有問那個 就是在市場上面工作的學生 那你如果 你 他們真的就是這樣提高效率 那我說 那你已經做完了 那你要 你要幹嘛 你要不要馬上東西給老闆 他們一口同聲說 絕對不行 絕對不要 就是不能讓老闆知道你做完了 那我不能做完幹嘛 他又回答我兩個字 就是裝忙 對 為什麼 因為他說如果 讓老闆知道你的效率提高了 那老闆就會一直丟工作給你 因為在職場上面真的是有能力的做到實 對不對 那不見得會給你多一點的薪水 不過 當然也是 這個也是現實面 只是說呢 你要怎麼樣取得一個平均點 比如說你能力又夠好 那你薪水還可以得到相對應的提高 是最好的啦 那只是說呢 如果那個公司文化就不是這樣 那當然你就是要自己要調整 那我有聽過學生是剛好 是正向的 他說老闆真的給他加薪 而且他加薪 加到原來薪資的一倍 OK 因為他的工作效率不只增加一倍 所以他老闆給他一倍 其實也蠻合理的 不過他有個重點 他說 那家公司 外商公司 而且是一家美商公司 因為有些外商公司 真的是看能力給薪水的 而且非常敢給 但是前提就是 如果你的能力不夠的話 那你很快就被file掉了 OK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兩面刃 你可能還是要看 如果你假設有能力的人 你當然很喜歡這種公司 所以有時候你們現在在找工作 可能還要再衡量一下 你的個性 如果你的個性是很積極 然後很想要就是挑戰的 那你就是往那種 很有競爭性的公司去 那絕對你會在那邊發展得很好 但如果你不是 你只是每天想要很輕輕鬆鬆的 悠哉悠哉的 可能你就是看考公務人員 這樣講好像有點 或者說你找那種 我想你們自己去 因為真的不同的 以後你們不同選擇方向 你選錯了 真的你會發現你會很痛苦 因為你可能個性不合 或者是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你在畢業之前 也許先稍微觀察一下 或者是說你可以問一下你的長輩 你的哥哥姐姐 你那個行業到底是什麼樣的屬性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你可以在畢業之前 先到裡面實習看看 這是有必要的 因為呢 就像我大二的時候 因為我最早 我是覺得好像當新聞記者 當編輯還蠻好的 然後那時候我大二的時候 我真的就去聯合 那時候還有聯合網報 不過聯合網報已經不見了 然後就聯合網報去 類似實習這樣子 那後來我發現 進了之後我發現 對於那個行業 我就 幻滅了 OK 你好像 跟我想的 完全不一樣 OK 因為 為什麼 因為裡面第一個 人跟人這件關係 好像沒有很OK 就有點像鱷魚我炸 也不能這樣講 反正 慢慢發現 那你自己去感受 還有呢 那個薪資水準 可能也是不如預期 我覺得 當編輯應該薪水不錯 後來發現 哇 一個比一個低 我想說 我做這麼累 你這麼少薪水 那這樣子的話 好像就不是我想的 那不是 當然每個人是希望說 你多付出 多領一些薪水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怎麼辦 所以後來 欲然決然 慢慢就改變自己的方向了 就會想說 到底有什麼工作 挑戰性高 然後 當然相對的也會多一點回報 所以後來才 剛剛那時候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剛好是那個 什麼 足科 新竹園科學園區 那時候算台灣科技新貴 大家都會這樣 所以那時候剛好有機會 就到了那個業界去寫這種軟體層次 那當然也是很OK 因為剛好符合我的個性 因為真的挑戰性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老闆也真的很願意給薪水 可能你沒有幾個月 你的薪水真的可以調一倍 兩倍 甚至更高 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可能要有新鮮的肝吧 有沒有 應該常常聽說 就是你要賣肝嘛 就是變成說你可能沒日沒夜的 然後隨時可能就要 連半夜都有人打電話給你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 那我覺得也倒如仿 因為反正他願意給薪水 我等於是24小時工作 但你給我24小時的薪水 對不對 可以吧 好是合理的 但如果不是 你如果給我很少的薪水 可是你卻要24小時待命 然後誰誰願意嘛 OK 所以其實可以思考一個平衡點 但是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如果你要領高薪 前提一定要有相當的能力 這個能力不是只有專業技能喔 還有各方面啦 像是應酬帷幄 人跟人之間的就是應對進退 有沒有 還有就是整合能力啦 溝通能力協調能力等等都需要的 但是技能是一個必要選項 因為理工的學生我覺得優勢就是技能很強 但是缺點是溝通能力上面 還有在應對進退 還有在表達能力上面 真的是很多 我是覺得我可以完勝他們太多了 OK 因為我覺得我能力 文字能力不要說啦 語文能力當然也沒有很強 可是如果跟他們比起來 我覺得好像已經是大大可以完敗他們了 所以那時候我去應徵工作 我印上阿蠻生哥 我那個協力他 他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找人來嗎 我說不知道耶 他說因為我看了你的自傳之後 他說自傳 他說你的自傳實在寫得太棒了 那你因為他還是要應徵軟體工程師吧 他說軟體工程師自傳寫得好 他會寫程式是兩回事嘛 因為他覺得我文章寫得好 文章寫得好 跟程式寫得好 完全八竿就打不著 他會覺得說 你如果文章寫得好 那你程式又寫得好 這種人真的是不可多得嘛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其實當然要有特點 當然你們未來的發展方向 就是說你們就是要把自己原來的專業 就是可以顧好 讓那個寫作力這方面的 真的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會寫文章 會寫不一定寫文章 寫點東西 你就可以表達你該表達的 因為有的人光要寫東西 他就持不答義 有沒有 然後沒有重點 但會寫的人兩三句話就搞定了 我都講重點 然後寫的 有條理一點 就OK的嘛 像寫部落格 像我說真的 部落格這五分鐘就寫完了 我只是做一個我的memo 對不對 但是對別人來說 哇你好像花很大很大的力氣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就是 那怎麼樣 把自己的長處發揮出來 然後呢也能夠被看到 這點其實也還蠻重要的 所以有時候你說老師 你為什麼要寫這麼多 像我寫了大概超過一千篇的 這個教學部落格文章 算一下一千篇 然後YouTube上面的影片呢 超過兩萬個 當然這也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那其實簡單講講就是第一個我可以做紀錄 第二個我也可以驗證說 如果人家想知道說到底OPO OK的話 那其實直接就看我的東西就可以了 而且Google都可以找得到 這也是一種方式 提供我 因為現在下課了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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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